大家好,我是James 我要分享什么是以太币 以太币,Ethereum,是一个数字平台 让人们能够构建一系列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包括安全程序、投票系统和支付方式 与比特币一样,以太币在中央机构 例如银行和政府的授权范围之外运作 以太币的想法由Bitalik Buterin构思 他在几位联合创始人的帮助下 于2015年推出了该平台的第一个版本 自那时期,它已成为第二大加密货币 并促使比特币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 以太币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运行的开放式软件平台 使区块链在世界各地的许多计算机上托管 这时起具有去中心化特性 每台计算机都有一个区块链副本 必须首先达成广泛的共识 才能对网络进行更改 以太币区块链与比特币类似 因为它是交易历史记录 但是以太币网络还允许 开发人员构建和部署去中心化应用程序 Deps 这些也随交易记录一起存储在区块链上 Deps是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开源软件 与传统应用不同 它们不需要中间人来发挥作用 由于它们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 因此很难确定它们的确决定义 然而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 包括它们是开放原码 由自治管理和去中心化的事实 智能合约组用于创建Deps 智能合约是可以促进金钱、股份、内容或任何有价物交换的代码脚本 智能合约使用以太币虚拟机EVM形成 一旦智能合约在区块链上运行 它就像一个自我运行的计算机程序 它们按偏程的方式运行 没有审查停机或第三方的影响 以太币是以太币网络的加密燃料或加密货币 谈到交易时,您看到的价格将只带以太币 以太币的区块链技术与比特币类似 但是它们的用途和功能有着重要的区别 比特币只使用区块链技术的一个特定应用程序 最终它是一种支持在线比特币支付的电子现金系统 以太币区块链确实会追踪数字货币的所有权 但也专注于运行一系列器中心化应用程序的编程代码 其他主要差异包括 以太币允许开发人员为自己的应用程序筹记资金 它们可以建立合约并向更广泛社区寻求承诺 可用比特币的数量有限,估计为2100万 对于以太币,以太币的发行量上限为每年1800万 相当于初始供应量的25% 因此,尽管绝对发行量是固定的 但相对通货膨胀率每年都在下降 以太币区块链的矿工不是为了比特币挖矿 而是为了赚取以太币 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支付交易成本 对于以太币,它被称为燃气 交易成本,取决于带宽使用 存储要求和复杂性 对于比特币,交易彼此平等竞争 并受到区块大小的限制 当您在交易所购买以太币时 价格通常以法定货币,例如美元、欧元、英镑报价 换句话说,您卖出一定数量的货币来购买以太币 如果以太币的价格上涨 您将能够卖出并获利 如果价格下跌并且您决定卖出 则会亏本 要持有您已购买的以太币 还需要访问交易所或钱包 以太币的价格受到影响传统货币的不同因素的影响 它较少受到经济和政治影响 但会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可用性 与比特币不同的是 供应量没有限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太币的单位仍然会增加并丢失 从而导致其可用性发生波动 监管 以太币目前不受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监管 如果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开始发生变化 它可能对以太币的价值产生影响 媒体 负面媒体报导 特别是围绕安全和寿命的报导 可能对价格产生影响 技术进步 区块链技术的未来是未知的 但是将其融入支付系统和众筹平台等领域 可能会提升其形象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like和share出去 也记得订阅和打开铃铛 以更快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最后也要感谢大家花时间收看 我们再会